大家好,我們是Android中文資訊網 今天教大家在Galaxy Note進行一些系統優化 相信大家跟著上面的教學已經成功在Galaxy Note拆了Track ROM 在目錄中,大家會看到CATCHEN PRO的應用程式 CATCHEN PRO其實是Track ROM獨有的系統優化APP 進入這個APP後,大家會看到五個選項 分別有BOOT、MODEM、KERNELS、THEMES和MODs BOOT來說,它是BOOT ANIMATION,即是開機動畫 例如我個人比較喜歡一個OPTIMO GEARS的開機動畫 大家可以選擇後去Mark for Installation 而去到MODEM方面,大家可以選擇一個最受歡迎的LA4 而KERNELS,建議大家用我們一直都建議用的FM kernel 而MODs方面,大家會看到五個優化 分別有一個PHONE MODE、CAMERA MODE、MMS MODE 還有最後有一個阿拉伯語言的PATCH 而PHONE MODE來說,就是把零聲頭兩秒的音量回復正常 大家選擇後,亦是去Mark for Installation 而CAMERA MODE,就是容許大家在15%電源以下 繼續拍照和錄影 而且它的錄影支援一個更好的音質和畫面 大家按自己的喜好檢完想安裝的檔案後 就可以用這個SELECT鍵 然後在選擇裡面的Download and Install Packages 它就自動彈出一個清單 然後大家就只需按Download 它就會自動進行一個下載 下載就比較衰事的 請大家不要中途是同一個連線斷列 然後就可以選擇Reboot and Install 在過程中,請大家確保手機有50%電源 它就會自動進行一個安裝的過程 就是進入了Recovery 安裝大家剛才選擇的檔案 安裝完成之後 它就會自動進行開機 這次開機 看到了,CNOT的開機動畫已經成功轉換成了Optimal Gears 好 在安裝剛才選擇的優化後,手機系統的設定不會有任何改變 只是有一個Fone Mode, Camera Mode,以及剛才選擇了一些優化等等 去到Settings給大家看看它的Modem Base Band Version已經成功轉換到最適合大家選擇的LAC 而Kernel仍是一個適合大家選擇的FM Kernel 今次的教學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在剛才的安裝過程遇到任何問題,歡迎大家在網站留言發問 多謝大家收看 Kernel仁 Kernel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